把外胎挖出來 絕對是挖不出來 你要做第一個動作 這一定要做的脫胎動作 脫胎就是說 把外胎往裡面壓 雙邊你可以用手這樣壓 這樣把它壓 這個叫做脫胎動作 因為外胎的旁邊有一個胎唇 會咬住 所以你必須要做脫胎動作 全部都要做平均 好,脫完胎之後 因為我沒有帶工具 標準是要工具的 這個工具 就是從旁邊 反正已經破了嘛 你都不要去考慮直接把它插進去 挖出來 假設這是叫做挖胎棒 我們舉例 它也像是一隻這樣小小的 轉進去把它挖出來 因為我不用挖胎棒 我可以就直接做 把外胎抬出來 把外胎抬出來 這個叫做挖胎棒 這個叫做挖胎棒 其實這樣就出來了 我好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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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屌